今天LULU是花枝啊 花枝招展 小愛就是鳳梨 我本人是個魚鱗要刮 OK 謝謝雅倫的食材介紹 一切的在料理之王 是由東森集團創辦人王麗麟 及知名製作人王偉仲 聯手打造的全新廚藝選秀節目 也是繼森林之王後 再次由LULU擔任主持人 給自己的期許是 透過這個節目 可能主持人一記之後 說不定我也可以晉升為一個小淑娘 然後透過這個節目 我就可以順利的 把自己給嫁出去 想嫁出去 可要先通過首席教室 儲乎瑞德 王凱階 和服務員愛的把關 而從記者會上的有趣互動 就讓人好期待料理之王的開播呀 玩起來了是嗎 為什麼有一種來到日本神社的感覺 有零錢 我想投 稍等一下 你們不要那麼失誇 我會想主持人Cue 還不能 還不能 太調皮了 你想幹嘛就幹嘛 為什麼是在花枝招 因為今天LULU是花枝啊 對 花枝招展 因為這是主廚的節目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一些 應景的這個題目 像那個小愛就是鳳梨 我本人是個魚鱗要刮 然後花枝就要配上花椰菜 為什麼花枝要配上花椰菜 祝你這個 收視長紅 完全沒有關到我 被你發現 而手機的飛行導師 則是由燃養論壇全聯先生擔任 大家對於料理 也都有自己的依靠看法 如果不好吃我可以直接說嗎 一個廚師要用各種食材去做一個平衡 讓它的鹹味甜味去做互相的配合 互相的搭配 那個才是他們高招跟迷人之處 我們節目應該比較不會那麼定義 因為廚師們都很可愛 就是 難說喔 我現在有機會 在以前 早上當到 因為帶那麼多吃 我總是來台灣 這是我的機會 所以那些參賽者 這次可以收到我的臉 哇 壓力很大 我以為君子是好人 那當然一定是就是好食不好吃 但是對我來講 我認為有很多不同種的食譜 很多人做也許都是好吃 但是我是想 就是 比賽之中的時候 可以到時候 如果我看不到參賽者 是誰做的菜 我還是可以吃出來是誰的菜 我是想知道 你從這一盤菜裡頭 我可不可以吃出來你的個性 我覺得料理其實就像亞人說的 它其實代表一個人 然後再來就是 你可不可以給人家一個溫暖的感覺 那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但過程跟技巧 因為每一組它的分配都不太一樣 比如說我們有素人組 藝人組 然後甚至有星級組組 所以我覺得每一組的評分 我們都會各自調整 然後去尋找這三個裡面 能表現 突出這個優點的人 我們就會選擇他 因為我人比較潔癖 都是比較乾淨 你也對 不能切一切切的 指甲就掉進去了 或者是抓一下皮什麼的 Oh my God 就覺得可能直接口腹 對 就是 還有一個是 就是吃的時候 當然是好吃不好吃是重要 然後吃完之後 會不會覺得我還想吃 那時候是吃完一口兩口 覺得好膩喔 因為我也不想浪費這個食物 對 所以就是我給自己一個目標 就是我要全部的菜全部都吃完 這個 會不會吃 對啊 主持完之後就不認識你了 我們今天有三個 我們今天有三十組 我也是就是在家會自己煮飯 然後煮飯的人真的非常的辛苦 對 所以我不想浪費掉 你不會摔就摔東西吧 我不會摔 你這一集可以 想摔東西可以叫我 OK 給他扛 給我扛 我扛 因為你之後這整季都會在 但他只來一次 他想幹嘛就幹嘛 我會跟偉神說 你不要說我一三五都要來 沒有沒有 他不會讓你一三五都來 哈哈 我們太害怕 哎呀輪要來 輪請關 哈哈 幹什麼 你怎麼沒有問 他們就聊開了 你怎麼沒有問 他們就聊開了 是呀 哈哈哈